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于今天凌晨3点18分逝世,享年91岁。 总理公署文告说,从今天起到3月29号星期天,全国将为李先生的逝世举行哀悼。 所有政府部门建筑物将下半期致哀。 李光耀先生的家属今明两天在总统府的总理官邸举行私人丧礼。 陈青岩总统和夫人,副总理尚达曼以及多名议员到场调宴。 来看记者聂国威从总理官邸发挥的报道。